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750节 将这朵牡丹小心的揣进怀里,如果顺利的杀掉高健武,自己去旁边仿视一趟,把花给荣华 女人就是这样,对她们好,她们不知道,非要这些东西来表达一下 一个丫鬟的脖颈间喷出了大蓬的鲜血,脑袋歪到一边 冤盖苏文一脚就把这个出来起业的女人踹进了花园 花园里的泥土松软,几乎没有多少声音传过来 多年的枭雄生涯已经将冤盖苏文的心智锤炼得如同钢铁一般的坚毅 只要达到目的,死多少人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内 厢房里静悄悄的,高健武的仆人都睡在这里 袁盖苏文一阵阵的发笑,这样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睡得如同死猪 悄无声息的抽出短刀,飞快的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划了一刀 这一刀划得很深,几乎切下来半个脑袋 站在巨大的通铺边上,欣赏了一会儿血泉 见血泉不再喷涌了,就扯过通铺上的毯子,盖在他们的头上 不是因为心生怜悯,而是盖住了血腥味 让他不要太早的传到外面去 老天医,一个人的肾脏完全被破坏之后,您认为这样的人还能够活多久? 敌人杰坐在太医院的软榻上,向老太医求教 这样的人不可能存活,肾脏被破坏了,人也就死了,这是必然之事 老太医也喜欢这个聪慧有礼貌的年轻人,给出了确切的答案 可是有一个人,他的肾脏已经完蛋了,他却依然活着 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了,他好端端的坐在那里饮酒 这不可能,肾为先天之本,肾者煮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他若有损,疼痛难忍,全身积水,肿胀,小便无法排除,必然随命 不过,老夫当年曾听洛阳的百老先生说过 有些大毅力的人,在短时间内,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 哪怕肾脏完全不取作用之后,依然能够存活一跃之久 不过这样的法子,比死还要惨啊 若是老夫,断然不会向病家推荐 敌人杰猛的站起身来,拱手问老太医 老太医,是不是服用马前子这样的剧毒之物,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呀 诶,你是如何得知啊 啊,确实如此啊 不过,我们将之成为患命 其实,需要服用少量的马前子就能够阵痛 但是马前子的毒素发作,同样让人痛不欲生 人这阵疼痛的时候啊,浑身就会出汗 同样做到了将身体的水排出体外的作用 但是我们排尿 是为了排毒,不是为了排水 所以这个法子只会把我们食用五股杂粮残留的毒素啊,留在体内 下回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加大马前子的剂量 疼痛也会加倍 不可取 不可取啊 狄仁杰在屋子里转了两圈之后,又问道 老太医 假如这个人以前就是一位武学大师 这样做了之后,他还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吗 呵呵呵,甚为命指根本,那里都坏掉了,如何能够保持强大的身体啊 除非他获得要力的帮助,短时间还能够支撑 时间长了,他就会成为一滩烂泥啊 听了老太医的话,敌人杰匆匆的感谢了老太医 联盟走出太医院,跨上阵马,就向戴检访奔去 全部明白了,冤盖苏文就是凶手 这个家伙在承受过巨大的痛楚之后 没有选择在家休息 而是选择了没有目的的杀人来发泄心中痛苦 张德海家人身上所受的刀伤为何会越来越少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赶时间回去点某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体力不支 清空了两边的厢房,冤盖苏文疲惫的靠在柱子上 从怀里掏出了一根高立身,当萝卜一样的嚼了下去 靠着柱子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慢慢的站了起来 现在该清理内宅了 匕首挑开了门栓,幽灵一样的钻了进来 然后轻轻的点好门,站在光影翻拨的树下,几乎和大树混成了一体 狮子掉在石板路上,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四个家将迅速的赶了过来 背靠着大树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没有找到,只看到一片刀子向自己扑了过来 每具尸体上只有十六道刀口 这让冤盖苏文不由的悲从心来 一年前自己还能稳稳的斩出三十刀 现在呢,只有从前的一半 现在没工夫悲伤 绕过尸体,慢慢的走进了枣井 他对头顶的那些画,没有半点的好感 高丽的枣井上面的画都是三足乌鸦 大唐的枣井上全部是繁复的花纹和蝙蝠 非常的丑陋 两把刀飞了出去 发出了一声清响 就将两个打瞌睡的家伙定死在墙上 其中一个没有盯牢 身子倒了下去 撞到了身边的巨大花瓶 冤盖苏文没有去服 因为已经有密集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咣当的一声巨响之后 冤盖苏文就收回了两把刀 自己柔身钻进了二刀门 身形还没有站稳呢 两把刀就向自己砍了过来 脚底下猛的一蹬 身子继续往前面窜 一头扑进了挡在前面的那个家将的怀里 刀柄上弹出的短刀 在一瞬间就把那个高举着战锤着大汉的内脏 搅了个希腊 这个人呢 才是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一个人 当那些家将看到面前的人士 冤盖苏文的时候 转身就想跑 作为高丽的无敌汉将 没有几个人有勇气和冤盖苏文对峙 带着链子的长刀 再一次的飞了出去 斩断了其中一个护卫的脖子 人头飞了起来 尸体继续往前跑了三五步 才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另一把长刀就非常的不如意了 刀子卡在了那个家将的颈骨上 拔不下来了 冤盖苏文踩着人头 才将刀子拔下来 自己的左边身子已经不太听指挥了 宝剑五 出来吧 我们说说话 你如果不嫌弃丢脸 大声喊吧 看看外面的唐人 能不能救你 这家伙毕竟是高丽的王 这冤盖苏文认为啊 自己多少也要给他留点颜面 杀人了 冤盖苏文杀人了 救命啊 高剑五一点都不在乎丢脸 扯着嗓子就开始大叫起来 不但他在喊呢 其他的家将也开始喊叫 里面还夹杂着女子的声音 冤盖苏文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现在已经听到街道上有急促的马蹄声传过来 敌人杰毕竟是一个聪明人 他会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手一抬 泪下的皮囊就被他高高的抛起 无数刀砍过 皮囊里的火油就洒满了整个屋子 火折子吹着之后 在帷幕上轻轻的聊了一下 一条淡蓝色的火苗就窜了起来 不一会儿 整间大厅就已经是烈火熊熊了 高剑五为了提防冤盖苏文杀自己 聪明的堵死了自己卧房的所有窗户 现在这里呢 却变成了自己的坟墓 一个大汉吼叫着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后面跟着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没有看见高剑五从长长的永道里出来 他或者在等一个更好的机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火势很大 那个汉子冲到冤盖苏文身边的时候 衣衫已经在冒火了 围着布金子的冤盖苏文 往旁边轻轻的一让 那个大汉就想从窗户里跳出去 冤盖苏文的链子刀 在他的脖子上转了一圈之后 冲出窗户的只有他的人头 两个妇人大哭着又往回跑 却被高剑五一人一剑捅翻在地 最后的那个男人很干脆的给了自己一刀 白衣飘飘的冤盖苏文 站在大火里就像是一尊魔神 大门被撞开了 外面也开始有水龙往房子上浇水 在大火中熬战的冤盖苏文 磕飞了高剑五的长剑 割断了他的手筋脚筋 丝毫不顾自己身上的火焰 勒着高剑五的脖子对他说 我小时候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不喜欢你 总想把你这个舌头搁下来 就你这张臭嘴 不知道传达了多少过国英民的旨意 没想到今天才得偿心愿 长刀从高剑五的嘴里捅了进去 看着他像死猪一样的在抽搐 冤盖苏文 松开了高剑五 伸开双臂 准备迎接自己的末日 腰部现在很疼 非常的疼 一条绳子缠在他的腰腹间 硬生生的将他拖出了窗户 倒在地上 看着站在头顶的敌人杰说 你把我的牡丹毁了 如果你赔我一朵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敌人杰想都没有想 就从旁边的花园里 摘了一朵最大的放在他的胸口上 冤盖苏文拿着那朵花 显得非常的幸福 然后对敌人杰说 快跑 敌人杰豁然一惊 仔细的看看冤盖苏文的笑脸 大吼一声 撤退 后撤 亡命的拖着身边准备 抓捕冤盖苏文的张永路 向后退去 见到长官在撤退 周围的官兵也跟着后退 只听着轰的一声 整个大地变得白亮一变 不知何时 六道白亮的水柱 变成了六道蜿蜒的火龙 一头扎进了高建武的宅子 原本已经快要熄灭的大火 猛的一下子 蹚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火焰从窗户以及顶棚窜了出来 硬红了半边天 张永路手脚酸软 刚才如果不是敌人杰托他一把 自己这时候已经被喷出来的火焰吞噬了 眼看着冤盖苏文靠在柱子上被火焰覆盖 自己竟然无能为力 待闲坊的对面就是嘉惠坊 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七岁的幼童站在二楼的平台上 浑身上下一片高速 再到对面的待闲坊大火开始燃烧的时候 两串泪珠顺着妇人的脸颊流了下来 嘴角血迹引线 妇人捂着嘴不断的抽气着跪了下来 幼童想要把他妈妈擦干眼泪 却越擦越多 你终于不用再受苦了 你完成了你的承诺 你说话总是这样算数 我只希望你在地下不要等我 你是英雄 就该像英雄一样的活着 你以前和云叶说 醒握杀人拳 醉握美人膝 才是英雄的活法 你在地下就该这样活 等我到了地下 就让你枕在我的膝盖上 为你梳理额头的乱发 敌人截的头疼得厉害 这样的大火 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熄灭的 从更多的地方调派了水龙队 在检查过水箱之后才开始救火 如果别的水龙里再喷出火油 代险坊就要不成了 天亮的时候 高建武家已经被烧成了白地 现在还在燃烧的是冤盖苏文的家 六辆爆开的水龙车 将冤盖苏文家也彻底给毁了 一把大火最终烧掉了半个代险坊 才缓缓熄灭 此时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皇帝大怒 下诏惩治官员 敌人截作为主事官员 自动承担了所有责任 被降职一等以官厚效 出人预料的是 获罪最深的不是他 而是都水间的黎大爷 被皇帝发配到了玉门关 虚守边疆 带着一身烟尘和满脸的黑灰的敌人节回到家里 躺在软椅上愣愣的看着天空 小武拿着热毛巾帮他擦脸 一边小声的说着安慰的话 冤盖苏文原本就是猛虎一样的人 没到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谁都不能小看 他要杀高建武 自然就会做完全的准备 更何况他自己本来就不想活了 这样的人才是最恐怖的 师父当年在潦水上 将他禁锢得好好的 不是也让他逃脱了吗 没必要杀怀 这一回非常的侥幸啊 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我以为大火已经要被扑灭了 所以就离火场很近 没想到冤盖苏文早在水车上就做了手脚 开始喷出来的是水 后来喷出来的是火油 整个天地都被六道火龙照亮了 如果不是冤盖苏文提醒 我也会有危险呢 冤盖苏文提醒你 小五停了下来 疑惑的看着敌人节 这种事情不该发生才是 冤盖苏文做那样的准备 就是为了多拉走一些人陪葬才是 是做了交换 他让我给他摘一朵牡丹花回来 我照做了 然后他就让我快跑 我不是为冤盖苏文生死或者是将旨意等难过 我只是疑惑 在冤盖苏文的眼中 我的身价只值一朵牡丹花 小五下意识的在敌人节的脑门上拍了一巴掌说 幸好他不恨你 如果是师父 八成啊 就没有这种好运气了 不过呀 这朵牡丹花对他一定非常的重要 人到了他的地步 什么生死仇怨都应该看得淡了 他只想不带着遗憾离开 所以那朵牡丹一定有一个故事 他可能希望你把这个故事讲给另外一个人听 别人是傻子弄不懂 我夫君是聪明人 一定能猜到他的心意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挑选你的原因 敌人节叹了口气对小五说 哎 给我换套衣服 我要去嘉惠坊一趟 既然我同意了交易 那就把交易彻底的完成 小五点点头说 什么英雄好汉 什么将相帝王 男人家只要情长 那就是好男儿 哪怕是敌人这样做了 也该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云烈现在就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 整座手捉城 在他的咆哮下瑟瑟发抖 城墙上挂满了人头 不远处的驼城正在缓缓的移动 他现在围成了一个圆圈 正在巷里收缩 圆圈里有两千多个突厥人的骑兵 正在左冲右突 等到驼城围拢到强弩射成的极限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在云烈的咆哮声里万箭齐发 这股突厥人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就死伤殆尽 连一匹站着的马匹都没有 一个月来 杀不光的突厥人不断的出现在手桌城附近 又开始重复去年的那一套 不杀光这些游记 云烈就没办法去救援远在秋辞的郭孝克 两千多枚人头 垒成了金冠 就矗立在手桌城外的荒原上 腐肉发出的臭味 勾引到的野狼群 在远处发出此起彼伏的嚎叫 哈哈哈哈 云猴神威 老夫今日算是见到了 只是老夫没有想到 驼城还能用来打伏击 这样干净利索的战阵 老夫还是逃回得见 云猴如此匆匆的清除了这里的后患 难道这就要打算去救援郭孝克 啊 老夫只是问问 在这里啊 云猴才是主帅 老夫无意问责 只是想知道 咱们这样匆匆的赶去秋辞城 就不担心重埋伏 郭孝克的两万大军 身处数十万敌军的包围之中 他已经坚持了快两个月了 那些西域人 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攻下秋辞城呢 杜如伟坐在云叶的座位边上 看着烦躁的云叶发问 他们是要围城打员 整个西域成建制的大军 只有我们和郭孝克 再加上乱石城 乱石城指手不攻 他们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所以呢 只能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他们就不担心撑死 我的驼城和我的大军 都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大唐军队 如果他们在戈壁上流窜 那还真是让我头疼 既然他们抱成团 想要和我硬碰硬的打一场阵地战 本帅求之不得 让他们得逞一次 又如何呀 云叶对自己的军队 非常的有信心 自己这些年呢 就没干别的 就是在打造一支火器部队 论到正面的杀伤能力 自己的军队 绝对是天下第一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